歡迎收看鳳凰財經日報 今年雙十一購物節 各大網購平台 紛紛傳出了捷報 聲稱他們的銷售金額 比去年更多再創新高 但相關的概念股的股價 卻一路慘跌 除了市場的風格出現切換之外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最近發佈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 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 旨在預防跟制止平台經濟壟斷 受到影響 我們看到一眾內地互聯網龍頭企業 在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 連續第二天股價急跌 也引發了一股多個科技板塊機械 其中聲稱指今天集錯1.95% 創業板指更大跌3.31% 而科創50指數更大跌3.22% 那麼監管層打算加強 監管互聯網平台的壟斷 對於相關行業來說 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而科技股的調整 是不是才剛剛開始 相關的話題稍後有請 今晚我們要請到嘉賓 A股分析師徐磊先生 來做進一步的解讀和分析 至於香港股市 也在科技股拖累下反覆向下 像騰訊 京東 阿里巴巴 三支電商股 全部都以全天的地位收市 其中騰訊下跌7.4% 創8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單日股份已經拖累 恒情指數206點 阿里也拖累恒情指數121點 連同小米是今天表現 最差的兩支籃球 帶你看報導 護身三大股指週三單邊下行 護指早盤小幅低開6點後 在平盤下方窄幅上落 午後在半導體券商板塊 拖累下繼續走低 尾盤曾跌至3339點的全日低位 從盤面上看 航運半導體汽車股領跌 但煤炭石油鋼鐵等低估值 傳統產業板塊靠穩 白酒股維持強勢 兩支表現疲弱 成交量明顯萎縮 經滬深股通北向資金 錄得9億元淨流出 物質收報3342點 跌17點 跌幅0.53% 成交額縮量至3558億人民幣 深稱值反復下跌 收報13720點 跌273點 跌幅1.95% 成交額縮量至5138億人民幣 科技股大跌 拖累創業板指數 極跌超過3% 中廠收報2681點 失守2700點關口 香港股市則陷入拉鋸局面 港股早盤低開74點後震盪上行 一度升至26432點 但已是全日高位 午後科技股固壓加劇 拖累横止掉頭回落 觸及26168點全日低位 資金轉入舊經濟股 銀行 地產和電訊板塊表現強勢 匯控升超過4% 泰股A急升9% 但科技和汽車股急速下挫 騰訊跌超過7% 阿里跌近一成是表現最差籃籌股 美團 小米和京東也分別跌8%至一成 長城汽車幾跌一成一 比亞迪暴跌近一成半 恒生指數收報26226點下跌74點 跌幅0.28% 主板成交繼續放量至2674億港元 而亞太區其他股市普遍向好 日本股市升1.78% 路德七連陽 台灣股市再創歷史高位 收升1.38% 而韓國股市也收漲1.3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內地最大型的年度 網上購物活動雙十一正式登場 多個平台的銷售額 都在短時間刷新記錄 截至11號的0點30分 天貓的雙十一實時成交額 突破了3723億元人民幣 不但超過了去年雙十一 全天的成交額 更多出近39% 包括了像蘋果 歐萊雅 海爾 小米等超過300個品牌的 實時成交額都超過了1億元 除了天貓 其他的主流電商平台 也都錄得創紀錄的銷售數據 京東公佈從11月1號 到11月11號的0.09分 雙十一活動的累計下單金額 已經突破了2000億元 另外 直播帶貨成為今年雙十一的 重要營銷方式 阿里巴巴表示 淘寶直播商家自播商品的 交易總額暫比超過六成 直播商家覆蓋率的增長 超過200% 帶動的就業機會超過了400萬個 不過就在雙十一購物節前戲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在週二出台徵求意見稿 就平台經濟領域的 反壟斷指南公開徵求意見 這也意味規模龐大的線上經濟的 將會納入更為細化的監管體系當中 以應對新型商業模式 所產生的規範問題 中央網信辦 市場監管局和稅務總局 近日聯合召開規範線上經濟秩序 行政指導會 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和京東等巨頭 已至20多家其他主要互聯網平台企業 都有代表與會 會議表明平台越大 責任越大 不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開展所謂二選一 也不能依托算法推薦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繪粹分析 進行隱形不正當競爭行為 國家市場監管局也在雙十一前夕 出台徵求意見稿 就平台經濟領域反壟斷指南 公開徵求意見 反壟斷指南定下五大監管原則 首要是營造公平競爭秩序 維護公平競爭 開放包容的發展環境 降低市場准入壁壘 激發創新 創造活力 構築經濟社會發展新優勢和新動能 指南從四個方面定義壟斷行為 包括壟斷協議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經營者集中以及濫用行政權力 排除或限制競爭 指南覆蓋範圍廣泛 疫情下快速增長的網購和數字支付 以至食物快遞等服務 全部收入囊中 同時協議控制VIE架構 也就是海外設立公司上市 也在經營者集中的反壟斷調查範圍 所以騰訊 阿里 新浪 以至百度和京東等多家公司 可能成為審查對象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有券商分析認為說 加強反壟斷的監管是全球的趨勢 也是明年科技業的最大挑戰 但相信監管層無意 要遏制行業的發展 另外阿里巴巴也對此表示歡迎 但是強調還有待於研究當中的影響 相關的話題 我們立刻請教我們今晚的嘉賓 許磊先生 許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 許先生 我們看到 加強對互聯網平台的監管 這是全球監管者 他面對的共同問題 不管是歐美或者是日本 韓國等地 也都推出了相關的防壟斷措施 那你認為中方的這個 規管的措施跟力度 對於這些大型的新經濟平台 未來的經營前景來說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你又怎麼看待市場的反應 會不會太過於負面 首先我們認為 就是這個反壟斷的規章 如果一旦出來以後 首先它直接的影響 就很可能就是現在的線上 它的無論從稅收 商業監管 包括工商等一系列的 我們所說的品牌的一些 我們所說註冊等等 都要和線下的公司是差不多 那麼也就是說 很可能未來線上線下一視同仁 在稅收 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 可能採取相同的監管的力度 這可能會對一些中小的線上企業 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我們也知道很多中小企業 在線上可能在稅收方面 會有一定的政策套利的空間 那麼其次我們看到這一次 由於這個平台它的規模 尤其是在我們中國 這個平台的規模實際上是非常的大 享受到的這個大數據的量 或者規模應該說是非常的驚人 那麼在這個規模的背景下 如何利用優勢地位排出一些其他企業 那麼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形成 或者說這個系那個系 那麼表面上看來它確實有利於 這個我們所說這個產業鏈裡面的 閉合的一些我們所說的分工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它也排除了其他的或者說更多的中小企業 參與其中的一些權利或者參與其中的機會 使得許多行業一旦形成龍頭的領先的優勢的話 第二第三位甚至於前後十位 或者說一些中小企業就沒有機會 更多的去分享它的公平競爭的機會 那麼我覺得這也不符合 現在政策倡導的扶植中小企業 更能夠形成一個我們所說的 我們所說的就業的多元化 那麼第三呢 我們認為就是說現在對於這些科技企業 我們對於市場的這個下跌 實際上它市場還是有一定的疑慮的 就是說如果說未來利用反壟斷的 這個背景的政策的 這個進一步的一個我們所說的 執行的背景下 那麼原有的我們所說互聯網的一些邏輯 投資邏輯一些企業投資邏輯 可能會發生一定變化 比如說一些互聯網的一些行業裡面 往往會產生就是第一第二位的企業 可能就產生了我們所說這個行業裡面的 90%的份額 如果說一旦這個我們所說的 優勢的頭部企業在互聯網這個背景下 互聯網的監管的背景下 如果在未來面臨越來越多的 反壟斷的這個壓力的話呢 是不是這種投資的邏輯啊 會發生一定的變化 那麼這也是那些龍頭的互聯網企業 在未來所要面臨的這個市場的一個考驗 所以從這些因素來看呢 現在這些我們所說的這些平台經濟的 一些市場的一個監管呢 也是更有利於未來平台經濟 更好的 更健康的 服務於更多中小企業 不過我們看到有一些資金確實 已經出現了一些拆倉潮 已經事先已經獲利了結 那麼轉換到其他的板塊 我們看到隨著這個新冠疫情的疫苗的研發 出現重大進展 全球市場風格也出現了迅速的切換 那科網股呢 一連多天大幅重挫 這種避險的情緒 也傳導到A股的科技板塊 今天向半導體獲得是 新能源汽車板塊全天領跌 我們看到今天創業板指數呢 極措超過3% 失守2700點整數關口 那麼兩天的這個下跌 累計跌幅已經接近5% 那您認為這個調整 是不是才正開始而已 您預計這個調整的幅度 大概會有多大 首先我認為這個調整正在進行中 不是剛開始 但是要短期結束 還有一定的時間 也就是說這個調整 可能是一個中期調整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調整過程中 是不是我們認為的一些板塊 或者我們前期的 大家關注多的那些科技板塊 這個行情是不是在未來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在目前來看 還有待觀察 但是從一個長期趨勢來看 目前的這些個股 或者目前的這些科技型企業 因為受到一些政策影響 受到一些我們其他的因素的干擾 那麼實際上呢 我覺得這僅僅是一個外部因素 更主要的因素我們看到 疫情之後的這些科技的龍頭企業 他們普遍的升幅已經是非常的 累積升幅是非常的大 我們看到無論是半導體也好 無論是一些高科技股也好 估值都非常的高 本身就醞釀了技術性的調整 所以藉助於一些外部的因素 藉助於一些疫情緩解的因素 進行一個獲利回吐 我覺得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那麼但是從一個更長周期來看 這個市場很可能真的要進入到一個 我們對於科技型企業的 一個估值的再發現 估值的重新認識的階段 所以這個後面呢 可能選擇的個股的難度和風險 會越來越大 OK 我們看到 隨著這個新經濟股 遭到洗盤式的一個下挫 那資金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看到到了一些順周期的板塊 像白酒 煤炭 鋼鐵 有色等等 這些類股成為支撐大盤的主力 互指今天我們看到尾盤 雖然跌幅擴大 但是它的表現仍然是領先紳士的 那您認為這一波周期類股的轉勢 可以持續多久 現在大家市場都認為呢 就是說整個市場啊 就是科技股一旦調整 或者前期的科技加成長股的 這個邏輯一旦出現 市場的籌碼的鬆動以後呢 市場可能會重新回到一種 所謂的強周期或者順周期的 一些邏輯上 或者回到一些我們所說的 低估值的一個投資邏輯上 但是我覺得呢 現在來看呢 由於我們A股市場和周邊市場 還完全不一樣 那麼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上市了4000多家 未來可能明年還有更多的 新興產業的上市公司 不斷地上市 從未來的趨勢上來說呢 傳統產業的上市公司會越來越少 它的佔比會越來越小 那麼也就是說這些估值相對較低的 這些強周期或者順周期的 上市公司 我覺得在目前來看呢 它要形成帶動市場 形成我們所說的風格的 一種轉換的難度是相當大的 而且呢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的 這個幾年上來的新股和次新股啊 實際上有很多是細分行業的龍頭 恰恰是未來或者在本輪行情中 表現非常突出的 所以這個裡面呢就會形成一個就是 未來的新興產業的個股越來越多以後呢 會逐漸逐漸將這些傳統的 或者說業績相對優良的公司的 對市場的影響力會逐漸在降低 所以未來我們不用擔心風格會轉換 更多的是要考慮到 就可能科技股裡面 它也會形成一個新老交替的過程 新的細分行業的一些龍頭的 一些我們所說的科技股啊 可能也會形成比較好的表現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掌握下一波的 我們所說的科技的一些 新興產業的一些新的公司 OK 非常謝謝許先生 就我們今天的這個 產業熱點話題做的分析 非常謝謝你 再來關注其他的消息 中國人銀今天公佈了金融數據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大致符合預期 但是貨幣供應跟新增人民幣貸款 則低過預期 不過有分析師認為實體經濟 仍然有活力 中國人民銀行週三公佈 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M2 按年增速放慢至10.5% 低於前月和市場預測中至10.9% 但狹義供應M1則加快增長至9.1% 高過預期的8.2% 也是2018年第一季以來的最高位 新增人民幣貸款不足6900億元 低過預期的8000億元 並且是去年10月以來的最低位 不過社會融資規模增量1.42萬億元 貼近預期的1.4萬億元 但仍然是2月以來最低位 另外當月外幣貸余額突破9200億美元 創出2015年8月以來的新高 增速也是過去21個月最高 存款余額超過8700億美元 創出有數據以來新高 分析是指出 雖然M2和新增貸款低過預期 但M1與M2的剪刀差進一步收窄 M1持續加快增長 顯示融資需求仍然存在 信用還叫擴張 實體經濟有活力 而且貸款結構進一步優化 居民和企業中長期貸款保持強勁 反映地產銷售以及企業投資 維持較高景氣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少帶您關注的是香港跟新加坡 將會在本月22號實施首歌 《航空旅遊氣泡》 我們待會見 我們看到周股市延續漲勢 方歐斯托克600指數刷新8個月的新高 疫苗的消息繼續提倦投資得著信心 不過大盤已經連漲了3天 那麼再漲的動能有限 目前英國的股市上漲不足1% 德國跟法國的股市上漲大約半個百分點 邊緣國家股市同步溫和上升 目前只要公用地產跟消費平等板塊漲幅之前 只有銀行 銀建還有傳媒股表現偏軟 而昨夜的美股再度上演了分化的行情 傳統經濟股受到追捧 而科技股則繼續遭到跑售 昨夜道瓊斯公益指數反覆向上 中廠收升0.9% 升到9個月來的最高位 標普派指數則輕微收跌 而納達克指數連續第二天下跌 下跌1.37% 跌到一個星期來的最低 而今年漲幅顯著的居家抗議股 成為資金換碼的對象 向週一擊措17%的潤 繼續大跌9% 亞馬遜也續跌超過3% 中國財政部在今天出台意見 進一步做好地方債的發行工作 意見表明要杜絕行政干預和窗口指導 財政部當天續發國債價格定位 則大致符合預期 中國財政部週三發佈意見 進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工作 意見提出要不斷完善發行機制 提升市場化水平 鼓勵具備條件的地區參考 地方債收益率曲線 合理設定投標區間 杜絕行政干預和窗口指導 促進發行利率合理反映地區差異 和項目差異 優化期限結構和控制籌資成本方面 允許地方採取到期還本 提前還本 分期還本等不同還本方式 同時應控制平均發行期限 在10年或以下 10年以上佔新發行比例 不應高於三成 意見將從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 另外財政部週三續發兩筆國債 中標收益率接近預期水平 兩年期或不足3億元的追加 債券市場沒有受到招標影響 資金偏僅拖累國債期貨價格小跌 限券收益率反覆上行 銀行間市場各主要回購利率 也漲多跌少 央行週三的逆回購操作 規模1500億元 竟投放300億元 是時隔超過一周再次投放資金 交易員指出 雙十一購物節令資金需求驟增 擾動銀行間市場 但央行恢復投放 會有助穩定市場情緒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香港和新加坡已經達成共識 在本月22號實施首個 航空旅遊氣泡 兩地的旅客在底部之後 可以豁免檢疫隔離安排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表示 這個計劃有助於 重啟兩地的經濟活動 香港特區政府週三公佈 航空旅遊氣泡的細節 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旅客在底部後 可或豁免檢疫隔離安排 出行目的地和行程也不受限制 旅客必須於出發前72小時內 接受兩地互認的病毒測試 並取得陰性結果 還要確保在出發前14天內 沒有到過新加坡或香港以外的 國家或地區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表示 這是香港首個航空旅遊氣泡 反映政府希望在對抗疫情 這場持久戰下 努力逐步重啟經濟活動 這個機制是希望可以 因應兩地的疫情情況 和旅客的需求 是隨時靈活地作出調整的 簡單來說 如果新加坡或香港 在最近的 沒有關聯的本地個案 7天平均數字 超過每天5宗的時候 氣泡就會暫停兩週 隨後如果這個數字 是回落到不超過5宗的時候 氣泡才會重啟 鳳凰衛視 金曉飛 香港報導 另外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 從11月23號開始推出 回港一計劃 由廣東省或澳門返港的 香港居民通過網上預約 並持有3天內有效的 陰性核酸檢測證明 抵港後可以豁免檢疫 申請人首先要進行網上預約 預約系統將於11月18號上午9點啟用 每週三上午9點至星期五下午6點開放 接受下一個星期一至星期天的名額申請 預約時申請人必須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 回港日期及計劃回港的指定口案 目前經深圳灣口岸入境香港的名額 為每天3000人 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入境的名額 為每天2000人 申請人成功取得預約名額後 必須預留充足的時間 到廣東省或澳門任何一間 或粵港或港澳政府認可的醫療機構 進行核酸檢測 陰性檢測證明必須在入境香港當天 或之前三天內發出 之後申請人就可以將陰性核酸檢測結果 預先通過粵康碼或澳康碼 傳送到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的 電子健康申報系統一共核查 特區政府表示 計劃屬於單項豁免檢疫安排 如果香港居民想要重新入境 廣東或澳門 仍然需要遵守兩地的檢疫要求 包括強制檢疫14天 及持有24小時內有效的 陰性核酸證明 鳳凡衛士胡曉彤 香港報導 再來關注的是港交所公佈 今年前三季度的業績 其內的盈利達到85.8億港元 創同期的紀錄新高 港交所公佈今年前9個月的收入和盈利 分別達到140.91億港元和85.8億港元 雙雙創出了9個月的新高 由於港股日均成交額創新高 港交所的交易結算費收入顯著上升 互生港通收入也創出了新高紀錄 較去年同期多出近8成 年底即將離任的港交所行政總裁 李小嘉表示市場的交易活躍 加上新股市場 繼續吸引大批公司 準備來香港發行新股 相信未來港交所 會繼續在環球市場上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簡博江 祝您晚安 再會 1 五月 2 五月 40分 2 五月 10日 1,75分